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爾達傳說曠野之喜 中文版,我是魏維 昨天我們進了這個城堡,解了一個回憶 那今天呢我想在城堡裡面,再解一個神廟 在城堡裡面有一個神廟 因為我們目標是要把所有的神廟都解到 所以我們既然已經來了這邊,我們就 來去解這個神廟 一出去,以後往左轉 我在這個回憶的研究室 一出去以後,在天橋往左轉 跳下去就可以解神廟 然後大概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船屋啊,這樣子 你這樣飛進來 然後穿你這個隱秘的服裝 我們打算來偷襲這個怪 比方說我們拿這個大石之劍 然後穿這個 潛行服 然後出發囉 希望怪沒有看到我們 如果看到我們的話 他也蠻倒楣的 這樣我們就把他偷襲了 那我們打算解個神廟在 這個上面喔,這樣子 在上面,這邊 在上面這邊 那我們就走過去 那下面還有一些怪 你也可以殺 那我們就不打算殺了 我們就 怕什麼路呢 我們就直接往這邊走 這是我不曉得我們第二次來這個城堡 還是第三次來這個城堡了 那不過之前 就是因為觀眾要求 所以我們就 來這邊拿 騎士雙手劍啊什麼的 那這次呢 我們是打算來解神廟 這樣 你就從這個船屋這邊下來喔 從船屋這邊進來 然後殺了一個人 以後往上面走 然後到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這邊有很多火焰 可是 這個最大的火焰沒有燃燒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火焰燃燒起來 這樣 我就拿我的這個 不要拿電劍 拿一般的劍就好了 點火以後 燃燒這邊 好 這樣我們就 到了這個城堡裡面的神廟 在哪邊 在 大家在這邊吧 沒辦法秀 秀給你看大家在哪邊 在這個下面這邊 那最好就是從後面 從船屋進來 這樣我們進去喔 好 這個考驗 這是歷史考驗的頂級喔 在 這個城堡裡面的神廟 歷史考驗頂級 我們就換這個 電劍 然後換這個 可以射五支劍的這個 好 然後我再 換 比較厲害的武器 來這個78的 好 那我們準備出發囉 換個衣服好了 剛才沒有換衣服 換這個 換這個衣服 出發了 換這個固定時間的這個 能力 等你砍我 換個武器 換這個 換這個 97就好了 繼續囉 我發現這個時候 連電鍵都沒有辦法 對它有效的時候 連電鍵都沒有辦法 然後你就可以換炸彈鍵 阿捏 歷史考驗頂級 有一個 有一個 劈手 還是要拿 我決定拿劈手好了 這毛我就不想拿 這槍我不想拿了 這個 斧頭的話 比滿 我要看我什麼武器可以丟掉 呃 呃 好啊 那就不拿斧頭了 我來拿寶箱 火焰劍我也就不拿了 拿 拿考驗通過證 好 所以我們解了這個 荔枝考驗頂級 這城堡裡面 唯一的神廟 但是我們現在不打算繼續再 呃 打這個 城堡裡面的這個 boss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把所有的回憶都找到 然後所有的神廟也都解完 然後才去打boss 所以我們現在打算離開城堡先 然後先去解其他的神廟 那如果你想要離開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從這個船屋這邊 然後游泳回去阿 游泳到外面去 但是我不打算這麼做 我的遊戲裡面很少會把我自己 傳來傳去的 不過 今天我打算 破個力 把我自己傳送到外面去 而現在沒有辦法傳送到外面去喔 像你打城堡裡面的這個 打開地圖的時候 就是城堡裡面的地圖 沒有辦法把它 把自己傳到外面去 那之前有一個觀眾跟我講說 這個時候你可以按 這個 控制器的X 按X 它就會有這個離開 這樣就可以離開了 這樣你就會被傳送到海拉魯城堡的外面 那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把我自己傳送到 這個丘陵之塔這邊 我們之前是在這邊解回憶阿 從這邊跳進來的 然後在這邊解了一個回憶 然後在這邊解了一個神廟以後 然後我們現在再把我們自己傳回 丘陵之塔 再繼續解所有的神廟 把所有的神廟都解完以後 我們再從正門進去這樣子 去打這個最後的魔王 那我自己來傳送我自己到丘陵基塔這邊 好 這是今天的薩爾達傳說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短片再見 拜拜